Hello,大家好,我是Mr.Emanso 今天為大家講解是HKDSG2013 Mathematics M1 Session B Question 11 請留意畫面的訊息 如果你是未理解我做D7 Video的理念 又或者如何正確地使用此Video 請你Post畫面 Otherwise, we can go on 首先第11條 它就告訴你 有兩個功能 一個叫Pt,一個叫Ct Pt就是Energy Produce 而Ct就是Energy Consume 之後它就告訴你 有一個功能叫Rt Rt的Definition就是Pt-Ct R stands for Redundance 就是多餘了電力 然後他就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就是找R-t等於0 和我解決它 找了T出來 當然,如果它是R-t的話 那就是說 它就是由P-C Derivatives 然後把兩個功能放進去 然後把兩個功能放進去 因為它給了P-t和C-t C-t 然後看,看到Cradery equation 整理給你看 OK 整理完之後 我們當然要解決它 我就是放Veterization 去解決Cradery equation OK,沒什麼特別的 到Session B 我不講那麼仔細了 自己看看吧 不可以寫信來問我 OK,到B Part B Part 它就用來給我示範一下 這個R-t就是 Decrases with t 我們要檢查它 當然要檢查一下 看看它發生什麼事 我們檢查一下 由於這個 是用一個很簡單的 Standard Integral 我們檢查完 再簡化之後 之後呢 我們就發覺了 當t是大於0的時候 無論任何情況 它的 Second Derivatives 也是小於0 行不行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從邪律的判斷 邪律小於0 即是減小 所以我們知道 R-t就是減小的 這裡也要留意 因為待會我們C-P要用的 我們在這裡講一講 V-Voto就是可以電腦畫的 你進去市場 當然沒得讓你畫電腦圖 那麼過癮 OK 但我們已經有足夠力量 去估計Voto是怎麼走的 我們除了知道R-T 一定是隨著T而減小的 Decrases with t之外 這個r-desk的功能,即是現在畫面圈著 這個就是r-desk的功能 你塞一個0,它就會把正3計算給你 我們已經知道由正3開始,它一直小 加上剛才我們去solve equation 的時候 我們知道有兩個根,有一個reject了 因為t是小過0,我們沒有理會 而t的正根就會是20.2 我們就知道,原來就算我沒有這幅圖 我大概知道r-desk就是由0.3開波 不知道它如何曲化走法 但是去到20N2就會停 為什麼我要這麼仔細去analyze幅圖給你看呢? 原因就是我們現在要計算total redundant energy total redundant energy,即是當t大於0 由於t大於0,只會走到t等於20N2 20N2是什麼呢? 按一按計算機,你大概知道它應該是 去到t等於13.86左右 最後了 OK 那我們來的了 既然是這樣,我們就說in了 r-t的率,我們就會知道整體的energy有多少 in了個rate 可以嗎?那兩個的上限限,我們解釋了 為什麼t由0限至20N2 而且我們都知道 從r-t隨著t漸小的話 它不會有任何一個位置 是跌破了這個horizontal axis 即是跌破了傳統上高的x軸 今次我們叫做t軸 好,那in就不是很困難 首先,我先搞定那份數 因為一搞定那份數 我們就用Standard Integral去in 即是現在我指著第二那個 可以嗎? 即是一除k那個 OK 這樣繞東西就很快in完了 in完就是part計算機 就差兩個值 雙減完就出了20.0241 那11partC也是完結的了 去到11partD了 11partD呢 它就再說了 現在那個做電的過程已經是進步了 那這個進步只是容許發生在t等於5的時刻開始 OK,接著它又再給了 噢,今次呢 那個的energy produce了的呢 就是叫做Qt的 可以嗎?你看看題目吧 最重要就 好了,給了Qt你了 那我不讀出來 不是,它不是給了Qt你 給了Q-t你 即是給了Qt的rate 然後就問,喂 當這個energy 是在improvement之後 那三年到底是做到啊 做到有多少energy出來呢 那這樣 那就是說我們又開始 improvement 即是第五年 EF5,t等於5的開始 那一直in,in三年 就in到t等於8 OK,那就是in現在畫面上的rate 那in這個rate其實有兩個方法 那當然啦,我們一看就知道了 那內涵數呢 九乘九九九都是t2加2t加3的 因爲呢,它整個的neutral log 外面還有一個指數 如果我們用power loose的話 就要放substitution 行不行? 那我們就應該呢 就...啊,不是我講錯了 應該那個的內涵數呢 就是neutral log 那個的paranormal 那個的paranormal 那個paranormal 行不行? 那我選了U就等於neutral log 嗯... paranormal 行不行? 然後呢 我們其實做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最重要 就是換走了dt的 那整理好之後呢 dt就等於現在畫面上的分數 你看到啦 t加有得弱的 那個chorogetic poranormal 又有得弱的 OK 那但是不要動 因爲呢 現在你那個5和8 就是t數值來的 我們換一套u數值 怎麼換呢? 就是當t等於5的時候 u就等於neutral log38 當t等於8的時候 neutral log 就會是83 即是u等於neutral log83 換好之後 再簡化 簡化它 那你會看到 我特意後面那裡 就現在斬給你看 就是那隻狗 那隻狗 那隻狗 當然是分開處理 會比較簡單 因爲又不需要 換那些什麼鬼數值 等等 OK 那前半節呢 嘩 碰到滅謝啦 簡化到 兩人只有這個死人樣 而已 後半節呢 我都立即 那一刻 in ok 那完全沒有難度 這種in法 純粹是一個很簡單的 power rules for integration 那最後你會計到的 約值呢 就是52.7730 手了d 就完 整條都好像完 咩 我說了兩個方法 這個方法呢 我簡稱叫做du 其實我們用了一個u 去等於某一個內涵數 inner function 那有沒有辦法 不latch u呢 有 我很喜歡不latch u 不過今次呢 我就想問一問一個問題 到底哪個方法好些 你先看看吧 不latch u的話 就直接d 那個內涵數 lateral not prilomial ok 執完之後 就執回 dt 由於呢 現在我們還在用t數值 所以t數值的5和8 可以不用動 同樣地 我們都是把這個 插回兩項去處理 即是把這個integral插回兩項 把那隻狗放在後面 自己獨自處理 其實就算化減了 你也覺得 嘩!寫得都頗為辛苦 ok 這個都不是問題 去到這一刻 最後這一個 才是問題 去到這一刻 那些數字呢 其實都很煩 經常抄來抄來要寫的 那你問我呢 到底喜歡內涵數 inner function 這個 the inner function 這個方法多些 還是喜歡the u 這個方法多些 那麼 這個答案留回你回答 因為如果我只要the u的話 我就一定要 將原本的數值 就轉回做u數值 但是如果是the 內涵數字 現在畫面上展示的方法呢 那它有好又不好 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去到最後那時候 的運算會比較煩一點 ok 那 你自己選的了 那我這裡呢 第11條都會說完 的了 那多謝大家收聽 那有什麼問題找我 有兩類人很想幫的 如果你可以幫我做些marketing speak out我這個channel出去 第一類就是有自學能力的人 而另一類呢 就是不給昂貴補習費的同學 ok 我教到你的是知識 神教到你的是生命 這節經文送給大家 好啦 多謝了再見 拜拜